今天是11月17号星期日 然后现在是早上 半夜多 吃完买点早餐 昨天说我特别想吃麦当劳的薯饼 现在就来去麦当劳的路 但愿不用排队 真的外边有多冷 屋里真的是有多暖和 天哪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到 隐约的看到自己 镜子里的自己 所以早餐就是麦当劳的早餐 我把衣服脱一下 然后呢 其实我为什么这么想吃麦当劳 因为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是我偶像代言的 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日本组合里边的一位 大爷志 他代言的 他最近正在代言日本地区的麦当劳 想说很久没吃了 偶尔这样吃一次也不错 偶尔这样吃一次也不错 把头发弄一下 我拿咖啡 咖啡 他都给奶跟糖 有的时候最近忘了 平常我都会告诉他 我不要加奶不要糖 直接拿走 就是我真的喜欢看麦当劳的广告也是 就是特别喜欢听他最后的那个广告最后的那个音乐 就是哒哒哒哒那个音乐 还好离家不是很远 所以拿回来还没有凉点还是温温的热乎的 这家薯饼做的特别的 我要怎么说就是不油就是特别干爽虽然是它是油炸的 但是呢常春有的其他的店麦当劳早上的薯饼特别的油 就是你能看见纸上套过来一层油 然后你吃下去的时候也是就是口感它很水分很大 然后油分也很大 可是这个吃下去就是有点干巴巴那个就是它表皮特别特别的脆 然后就是外包装袋上也没什么油 就还好 嗯好吃 麦咖啡竟然比我之前喝的感觉也好喝 要不是因为我的偶像 过去今天我也不会喝麦当劳的咖啡 就很喜欢了 最近就真的是该怎么讲 我也算是比较理智追星吧 就我跟我的小伙伴都是这种感觉 就是我大学同学都是这种感觉 就是默默的追并不会太特别的高调 但是呢会让自己身边的人知道我是有在追偶像的 我是追星一族 然后我最近真的是会这样 就是喜欢吃的想吃的东西馋的东西就会买一丢丢回来 就是吃一吃尝一尝解馋了 就完事我像以前以前真的是觉得我特别想吃这个东西 然后就买很多然后吃好几天 吃到第三四天的时候就已经是崩溃的状态就是为了吃完而吃完的一个状态了就很难受 不过现在就学会了嘛就想吃的话就买一点点回来吃解馋了就完事 所以说想吃山楂我也没有买很多就买一点点回来吃它放得住 它不会烂得很快 所以就买一点点回来放着就偶尔路过路过这个厨房的时候就拿两克的拿出来吃当零食吃 想吃零食的时候就拿点水果去来吃这样就比较健康是不是 我的小伙伴今天说等一下过来我们下午要做这个紫菜包饭吃 所以呢我提前做了点准备烙点鸡蛋饼 然后等一下鸡蛋饼切条可以包在紫菜包饭里 我烙了这样四张就是什么调料都没夹就把鸡蛋打散 大概六七个鸡蛋吧能做出来我打了七个蛋应该是七个蛋做出来四张 另外还有那个胡萝卜胡萝卜我刚才拿出来了胡萝卜要切一下要切成丝然后也是炒熟了 然后另外还有黄瓜黄瓜我估计小伙伴会买会买黄瓜过来然后黄瓜也要切条 饭焖的特别的特别的ok 就是做紫菜包饭的话其实可以不放就是糯米就是姜米可以不放 但是我是四杯半的大米加上一把就是手抓我的手抓一把这个就是糯米大概就是喝水的水杯大概三分之一杯吧 就家里要来朋友玩的话还是要把家里收拾的干净一些 然后上里有整理一下房间给大家看一下房间 然后我的房间呢给你们看你们不是想看room tour吗 就是从外面这不是外面的门吗就是一直走进来就是我的房间 然后我的书柜书柜就是门后边可以挂衣服 然后这个十字绣是我妈绣的有个我有个小沙发 它是那种打开是个打开是个单人床 就是家里要是来人来亲戚之类的也可以多睡一个人 然后寄了以后书柜在我身后这样 长这样书柜里东西很多东西超多的 下面就是放我的包包啊不用的一些电子产品啊还有一些旧相册啊 然后我的床这个大家就比较了解了对不对 我的背景墙就比较了解了然后我的椅子窗台 然后书桌 书桌旁边就是我的挂衣架就是挂衣架我现在很辛苦 因为衣服都很大很厚 还有围巾之类的书桌就是很乱但是乱中有序就是我该找什么就在哪我都找得到 然后我的台式电脑在下面椅子下面垃圾桶什么之类的乱七八糟 然后我的化妆品都集中在这儿了就是我的一半是化妆台就是到这儿为止都是化妆台 我的面膜然后上面吃的一些就是营养品之类的 然后中间这个是护肤品然后上面有我的书 然后这一些杂气大巴我的书对我现在看的几本书都放在这儿 今天的主菜烤鸡腿加上口馍土豆洋葱 你不是给你妈妈报备吗 嘿嘿嘿是的 嗯 今天的主菜今天的用菜 对不对调料人放了啥酱油料酒黑胡椒盐 嗯 特别棒 神来一笔 今天呢菜单海鲜焖面 家庭版 豪华版 儿童版 来宝宝给阿姨笑一个呗 比个V 我们黄豆姐高冷 傲娇小公主 耶耶 不比我 妈妈 来来来来 小可爱 咱们看看 还好 嫂子清便了 自己吃 OK 虾呢 这儿呢 这些 红豆讲的那是 它好几个嗓子大 这就一人再烤 一人再烤 一人再烤 鸡蛋 鸡蛋就一片有点薄 鸡蛋我觉得够了 放这两根也行 放这裸起来 再放一根 再放一根给它裸起来 可以了乖乖 妈妈放个菜 小伙伴们回家了 现在是晚上8点多 然后 晚上我们吃了 紫菜卷饭 但是呢 不是大家想象中的 那个紫菜卷饭 因为 我们家没有紫菜 所以只能 不走寻常路 就是用饭 直接就是做那个外卷 然后中间卷一点 卷点黄瓜 卷点胡萝卜 卷点菠菜 就吃完的状态 还剩几个 长这个样子 就这种 它的外圈是饭 大家看到没 就这个有点开了 它的外圈是饭 长这样 然后吃的很饱 今天真的吃了很多 就满脸油光 吃在这 人家出不汗 在家里很热 然后 周六的视频 好像今天会晚一点穿吧 因为我还没有编完 然后等一下收拾完厨房 我就会马上 把周六的编出来 今天会稍微晚一点上船 所以 今天最后一天 周十季 过得非常的充实 跟小伙伴度过了欢乐的一天 欢乐又充实的一天 大家一起准备吃的 出午饭 然后下午又看了 一起看了一场电影 就是大家看了一个这个电影 还挺有意思 叫那个决战上马阵 就是孙虎雷跟林志玲演的那个 还挺逗的 挺好看的一个电影 朋友推荐的 真的挺搞笑的 推荐大家看一下 晚上就是这样啦 今天周十季最后一天 感谢大家 这个一个星期以来的支持 所以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想我还是会继续 这个周十季的系列 嗯 如果时间跟条件都允许的话 我想周十季一定会有第二弹的 好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七天一直以来 追我的视频 大家辛苦了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周 明天周一了嘛 希望大家努力克服周一恐惧症 好吧 周一并不可怕 希望大家明天早上也能 好好吃个早餐 朝朝夕夕的上学上班 OK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咯 大家晚安 拜拜 现在是晚上十点四十五分 给你们看外边 外边超亮的 外边真的超亮的 像白皱的感觉 下了超厚的雪 好像雪已经停了 下了一晚上的雪 下了一晚上的雪 下了一晚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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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